定居台东国宝级的艺术大师张智坤的个展 在10月份开展 不过他却在8月份意外的过世了 家属筹备画展期间 尊重他的遗愿 没有对外宣布 个展开幕当天 家属是含泪的向200位官礼的民众鞠躬致歉 更感谢他们对于纪念画展的爱戴和支持 老师的走 我们没有发护文 没有公计 没有受电影 让他很安详 很有尊严的走了 所以这一点我要跟各位说 非常的抱歉 现在我请孩子们通通到前面来 全家上台 深深鞠躬 我们要像在座老师的好友 各位学生们 大家 至上最深的欠意与爱意 好 我们大家鞠躬 国画大师张志坤的遗孀 翁尔珍老师 带着两位公子 一位女儿 向纪念展开幕式上的所有来宾 致歉又致意 在人生的旅途 他画下了最完美的句点 我们对他 当然有诸多的不少 可是 我们怀念不悲伤 失念也不痛苦 不哭泣 各展成了一座展 谁都不想见到 但是翁老师必须完成先生的遗愿 过世的消息 不要声张 那时候老师可能讲话已经不方便了 他就写了纸条 我在这边念给大家听一下 画展是一件大事 现在要把画展相关的事情办好了 诸如邀请卡 赠送贷 我要轻送邀请卡 给县长 立委 议长 新中 东海 太原国中 等等 他就是这么认真 这么用心 希望说把这个展览办好 平常作画的画桌 喜欢的胡琴 最爱的吊杆 都在 张志坤却已经离开人世 一生静营国画创作 张志坤的风范 相信会留在艺文界的心中 记者赖永成台东市报导